規劃一個三日二夜的露營露營地點 西貢黃石露宿營地 交通方便,黃石碼頭巴士總站下車 營地就在旁邊,十分方便 由政府圓農自營護理處管理 提供公共廁所、公共照明 食水供應、營燒烤設施等等,裝備我會準備 帳篷,稅代和稅電視基本的露營裝備 燈具,如頭燈押手電筒,已被夜間使用 衣物因入夜郊野氣溫比市區低 現在又已處於冬季 我會帶備些保暖衣物和防水外套 營火用具,包括點火工具、火柴、營火鍋等 包括防水外套和保暖衣物 多功能工具,急救包和地土 食物,首天晚上會燒烤,會準備瓦斯爐 牛排和蔬菜,咖啡是必需品 另外則會帶備如即食麵,泡菜,能量棒,水果 堅果等作為零食,一間時間的運用 探索周邊環境,進行輕度的健行或遠足 休息時間,可以進行野外烹飪體驗 拍攝照片,記錄美好時刻,進行放鬆的活動 如閱讀、氣功,其餘時間則用作享受大自然 夜間應注意事項,確保營地的安全 由於是漁農署管理,只要依照管理處在指定範圍內窄營 正確使用營火,保持適當的防火距離 注意天氣變化,防止意外情況 睡前確保帳篷的拉刀關好,防止昆蟲進入 相信不會有大問題,六其他注意事項 進行當地的環保和露營規定,不留下垃圾 我已告知朋友和家人我的露營計劃 提供詳細的行程和聯絡方式 出發前檢查裝備,確保一切都運作正常 希望有一個安全,愉快且難忘的露營之旅 我覺得他很快便宜了